赖清德、韩国瑜、柯文哲、何成图、记者图惠刚、流量亨设政治中心、宋和报道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投入民进党总统初选,放2020总统大选在先波兰,国民党基层喊话征召高雄市长韩国瑜初来PK,而被视为有意角逐2020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则尚未明显表态, 根据中国时报最新民调显示,在韩赖科三喀都局面下,因绿营选票大量回笼,挤压柯文哲支持度,仅剩只剩18.6%,输给韩国瑜的36.3%,赖清德的24.3%,中国时报最新民调显示,国民党派出韩国瑜,无论是韩国瑜对上赖清德,或是柯文哲参战形成三喀都, 韩国瑜均全面领先,且至少领先赖清德12个百分点,是蓝营唯一面对任何赛局都能压制对手的最强战江, 中国时报明条指出,若换成蔡英文PK韩国瑜,蔡的支持度仅27.3%,韩国瑜则是拿下51.2%的过半支持, 另方面,若民进党阵前换江油赖上阵对上韩,科,三人支持度依序为韩36.3%,赖24.3%,科18.6%, 由韩国瑜领先至少12个百分点,但国民党若派朱立伦对上赖,科,则会献苦战,三人支持度依序为朱26.9%,科23.8%,赖22.3%, 若换成赖韩两强对决,韩仍以47.2%的支持度领先赖的33.6%,差距达13.6个百分点,但国民党若派朱立伦,朱,赖支持度则是37.2%,36.1%, 卵绿差距变成只有1.1个百分点的紧绷态势,中国时报明条于在3月19日进行,有效样本为1007人,在95%信心水准下,收样误差为正负3.1个百分点。 支柱 中文字枪